我花斑斑 留在爱你 我今天都找了你好久 你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 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都已经把那个行李给收拾好了 你都已经走了 我今天找了你一天了 我都没有找到你 阿子姐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忍你舍弃了 以后你就回来吧 我不是归意惹下你的 你不要抛弃我好不好 阿子姐 因为我们两个一起的话 有点不好找工作 你把我一个人人在这里 那我怎么办嘛 对不对 不要这样 等一下直播就那个了 你不要这样嘛 你在那里待着 你听老板的话 好 就在那里下一个一段时间的班 然后我 老板也很着急 阿子姐知道吧 我们两个今天找了你好久 知道所以你要听好好的听老板的话知道吗 阿子姐我以后听你的话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在哪里我来找你 你什么都不跟我说 你就一声不吭的走了 我现在也不能跟你说 等我找到工作了我就接你啊 你如果你担心我的话 你就好好听老板的话 好好上班 好吗 如果我们两个人一起的话不好找到工作 都会好 找到工作我就接你 好 阿子姐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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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会生你气呢 对不对 我们 我只是不想 不想麻烦很多人了而已 我没有生你气 我怎么会扔下你不管嘛 对不对 你再怎么厌恕我妹妹啊 对不对 我以前对你不好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知道 我以后好吃的好喝的我都给你 你能不能回来 不要把我扔下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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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这样子 你听我的 你好上班 好吗 等我在这里找到工作 我就去接你 好 因为 因为现在你看我们两个 我怕我把你带出来了 怕又像以前一样了 知道吗 不要抖 不要抖 我们再也不正能量 再也不正能量 啊 阿姨妹 阿子姐你 有 我怕我 你哭呀 阿子姐 你也不要哭了 你好好的 你也哭呀 没有哭 你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吧 我今天找你一天了 我都没有找到你 不用找我了 你跟老板说不要找我 挺好的 我这两天冷静冷静一下 然后我再想能不能更适合我们的工作 因为我们不能走 给老板一定带来麻烦 给阿伟哥谈谈他们都带来麻烦吧 对不对 只要我们都在那里了 我们就 好好地 安安静静静地去挂我们自己的生活 可以吗 是 安安静静静地去挂你了 我可以来找个好的工作 阿姨姐我以后会好好听你的话 我以后不调皮了 不知道 你要听老板的话 在那里待着 不要不听话 不知道 等我在这里找到的工作了 我就谢谢你 打一波正能量 摔个紧嘛 我们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 我们要开开洗心的 我冷静冷静两天 然后去找个好工作 你们会支持我吗摔个紧吗 我不是抛弃啊一波了 因为我带着一波的话 我们不好找工作 不好找工作知道吧 我怕我又带一波像以前一样 所以我先过来找个工作 我们也先不要跟老板说 等我找到工作了 不在老板那里上班 那样的话很多叔叔阿姨 不会去说了 不会就这样那样 那样的话伟哥 还有唐的姐他们 也不会去卖 不会一直说这样 那样了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选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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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关注阿子的 关注一下子 摔个睫毛 我知道阿姨摩她 就是那个了 你们要去安慰她 让她不要担心 你不要担心 让她好好的在老板那里工作 你们就去说 阿姨姐等阿姨姐找到工作了去接她 你们就帮我安慰她 摔个睫毛 因为她在那边她还小 她有时候 会很不懂事 但是我知道在老板那里的话 她会 老板会照顾好她 我很放心 我很放心 我一个人出来的话就方便一点 知道吗摔个睫毛 唉 唉 唉 不上心了好不好 我们把赞赞点起来摔个睫毛 开开细心的把赞赞点起来 等一下 那个直播提示了 来 我们把赞赞点起来 然后正能量 把正能量点起来摔个睫毛 然后我们等 就是脸 脸老板 你好 老板跟老板说 摔个睫毛 好不好 不要哭 我们大家都不要哭 我们都要开开心心的 来我们把儿子的 再再点起来摔个睫毛 支持儿子的 把子的再再点起来 然后把儿子的正能量点起来摔个睫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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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松的 谢谢美洲客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帅哥的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点亮 谢谢 谢谢帅哥姐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来 你们支持儿子的 我们就把儿子的双倍 点再点出来好不好 帅哥姐们 我去看你们支不支持沙子 把我们在那点到50万了 我们就连老板 跟老板说 双倍点赞出来了 摔个睫毛 对我们把正能量点起来 摔个睫毛 我们把正能量点起来 谢谢 谢谢 谢谢点赞 谢谢 谢谢 30万了帅哥姐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 我看到你们这么支持我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帅哥姐们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你们知道吗 我这样子走 因为我想了很多很多事情 我觉得从一开始 一开始我让圣阿伟哥到现在 也有快乐 也有开心 也有难过 也给别人带来了不好的 麻烦 没必要的麻烦 你们知道吗 摔个睫毛 因为你们只看不到外表 你们看不到 真实的 你们看不到 真实的 因为 有可能 嗯 我今天就好好的给你们讲 给你们讲一讲吧 有可能 阿伟哥没有出现在我们山上 我也有可能就嫁给阿川了 有可能我没有出现在阿伟哥的事件里 有可能阿伟哥也就娶老婆 结婚了 对不对 然后后面我有可能 如果我不给阿伟哥出来的话 就不会认识什么谈谈 什么老板了 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 我觉得都是我的错 全部都是我出现才这样子的摔个睫毛 所以我现在就是 我现在就是好想好想 是离开这个地方 好 好 我知道 我不可能让老板看到我 现在这个样子了 摔个睫毛 提老板的回去 提老板的回去 看吧 看看吧摔个睫毛 其实我也想好好上班呀 谁想每个人老是想换工作呀 对不对 而且我的话工作又不好找 我也想好好上班 好好高高兴兴的挣钱 每个月都打钱给我小妈 让我小妈也开开心心的 让家人们过上好日子 什么感情爱情 什么未来的家 家庭这些我现在 什么都不想想 知道吗摔个睫毛 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想想 因为我 我不会去相信 一些 什么话 话了 我觉得 提那个的 挺有那种 怎么说呢 所以我现在只想好好上班 我也不想走来走去的走掉啊 但是我总觉得我会给 阿伟哥和老板他们 带来麻烦 知道吗摔个睫毛 我总觉得我会给他们 带来麻烦 所以我想远离他们 我想去一个他们 不知道我在哪里的地方去上班 知道吗摔个睫毛 我想那样子 为什么要给小妈钱 因为再怎么样小妈 再怎么样小妈 小妈她虽然对我 说来说去的 但是她永远都是我妈妈呀 对不对 她虽然我不是她亲事的 但是她永远都是我妈妈 永远都是把我带大的 我再怎么样 我不可能忘了感恩 对不对 我要谢谢她把我给养大 对不对 然后前一段时间 还愿意让我出来挡过 对不对 摔个睫毛 所以我觉得我分给她钱 是很正常很应该的 阿伟都不要你了 阿伟哥也不是不要我了摔个睫毛 阿伟哥也是公司遇到困难了 知道吗 我们两个只是没有缘分而已 我不怪任何人 我不怪阿伟哥 我也不怪唐塔 我也不怪老板 我真的不怪任何人 我怪就怪我自己 知道吗 你们不要说人家不要我了 不要我了 不是不要我了 是公司出了什么什么事 然后在我身上也花太多钱了 知道不摔个睫毛 所以我们不要去骂阿伟哥 好吗 你们如果支持阿伟哥的话 去帮我支持阿伟哥 不是去骂人家 知道吗摔个睫毛 我们虽然就是 虽然阿伟哥爸爸妈妈不同意 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不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 我们是可以当朋友的嘛 对不对摔个睫毛 不是两个人相爱非要在一起 而是可以默默的祝福对方 可以默默的帮助对方 默默的支持对方 对不对 你们说对不对 摔个睫毛 虽然我们不要每天 为了这个事去骂这个 每天为了那个事 骂这个 骂那个 说这个说那个的 这样子的话会说的 每个人都会 有的时候精神会很崩溃的 知道吗摔个睫毛 我也会 我也有的时候会很崩溃 阿伟哥肯定会 如果你们老是去骂他的话 他会很崩溃 对不对 谁都会承受不了 对不对摔个睫毛 谁都不想这样子 对不对 谁会想这样子呢 谁都不想这样子呀 堂堂也不想这样子 阿伟哥也不想这样子 老板也不想这样子 我也不想这样子呀 对不对摔个睫毛 所以呢我们不要老是去这里说 嗯阿子阿伟哥爱你 嗯去阿伟哥那 阿伟哥阿子爱你 不要老是这样子去带节奏 好吗 我们要顺其自然 不要再提这些 因为你们提这些呢 人家本来三口都好了 你们又把它提出来 人家本来三口又缝好了 你们又把它提出来 你们这不是在疼爱阿伟哥我们两个 不也不是在帮助我们两个 你们是在害我们两个 让我们两个回过去的这种伤 知道吗摔个睫毛 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再提这些 我们要好好的祝福 好好的去支持 对不对 我们应该去支持 我们就把阿伟哥支持起来 就去支持阿伟哥 把阿伟哥的工作做好了 把阿伟哥的事业做好了 对不对 有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好了 那对不对 好的女孩子大把的呢 摔个睫毛对不对啊 比我优秀的大把的 我的话只希望阿伟哥 好好的工作干嘛 都事业都要 红红红红上上上上 对不对摔个睫毛 我们要支持一下 不要去老是去说 也不要去骂人家 谈谈什么老女人 幻女人什么小三 什么叫小三老女人 幻女人吗 对不对摔个睫毛 我们这样子说是很不对的 我们不要去说别人 也不要去说老板 什么老男人 怎么怎么怎么 呃有三个老婆来 还怎么怎么老女 吃什么嫩槽 怎么怎么的 这些我们不要去骂 也不要去说 知道吗 摔个睫毛 我们喜欢谁就支持谁 喜欢阿伟哥就支持阿伟哥 喜欢唐唐姐就支持唐唐姐 喜欢老板就支持老板 喜欢阿子墨就支持阿子墨就可以了 知道吗 你们都不支持我都没事 但是你们一定要去 就喜欢他们 就支持他们 知道吗摔个睫毛 虽然我们不要老是跑来跑去的 带这里带一下那个节奏 哎这个说什么了 去跑去那里带一下节奏 哎那个说什么了 说实话摔个睫毛 昨天老板和唐她姐 变成这个样子 也基本上都是很多黑粉 是摔个睫毛造成出来的 知道吗 跑到这里说 跑到那里说的 所以呢我们不要去说这些那些了 摔个睫毛 对你们喜欢我就为我加油 不管我走到哪里 不管我在哪里上班 你们都要为我加油 为我好好工作 对不对摔个睫毛 你们喜欢唐她姐 你们去去去支持唐她姐 原来唐她姐也帮助了阿伟 哥那么多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 摔个睫毛 我们谁都做不到 我们谁都像不了唐她姐 真的唐她姐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 长得又漂亮 对不对 长得又高身材又好的 又有能力 又是老板 那么好的唐她姐 对不对 我们应该去去跟唐她 跟阿伟说 好好珍惜唐她姐 对不对 不是在那里带节奏 那里带节奏 什么什么阿伟不喜欢你 阿伟喜欢怎么怎么怎么 这样是不对的 知道吗摔个睫毛 唉 你们这样很伤人家的心 你们还说她哭了 那你们这样说话 那人家肯定哭了 对不对 摔个睫毛 你们说阿伟骂她她姐 那你们不要去带节奏呀 你们干嘛要去带节奏 干嘛要去杀害人家呢 摔个睫毛 你看你们杀害了人家 把人家搞得搞哭了 你们又跑来这里 总不又把我搞哭吗 我们要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谁都不要去骂 看想看就看 不想看就不要看 好好的 想支持谁就支持谁 喜欢谁就支持谁 什么感情啊 什么这些都是靠缘分 都是自然二然 都是顺其自然 知道吗摔个睫毛 不是 不是勉强 也不是你逼我逼的 把他逼出来的 这样会得后遗症呢 摔个睫毛 谢谢老板 谢谢 谢谢老板送的礼物 谢谢 所以呢我这两天呢 我想我想好好的想一想 好好的散散心 刚刚也跟老板请了假了 对不对 好好的散散心 好好的想一想 然后好好的想通了 就是好好的散散心 把我的这种不好的心情 很多这些情度 都把它想开了 我就会回去好好上班 摔个睫毛 知道吗 所以呢我拜托你们 以后就不要带节奏了 我都说了喜欢谁就支持谁 就可以了 没必要跑到这里说 跑到那里说的 这样子你们也不累吗 你们应该很累吧 你看你们很多人说去找 叫我去找一下阿伟哥 你们想一下 我去找阿伟哥 我会给他带来很多麻烦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 摔个睫毛 阿伟哥现在是很麻烦的时候 很困难的时候 我去了我又帮不上什么忙 反而又让阿伟哥的父母讨厌 然后讨厌了 让阿伟哥父母心情不好了 然后阿伟哥就觉得 对不对他父母对我怎么怎么样 那他们父母和儿 就是儿女关系又不好了 那是不是很影响阿伟哥的生活 所以如果我们是为阿伟哥好的话 应该叫我不要去找阿伟哥了 不要去给阿伟哥添麻烦了 而不是老是叫我去找阿伟哥 找阿伟哥的 我知道我自己没有能力 帮不了阿伟哥 也不让阿伟哥父母喜欢 知道吗 所以我只会默默地祝福阿伟哥 而我不会去给他添麻烦 我喜欢我爱这些什么东西 我都会放在心里面 我不会再去添麻烦 知道吗 你们呢老是不嫌事多 不嫌阿伟哥事多 老是跑来这里说一下 那里说一下 去骂一下阿伟哥 去骂一下唐唐 去骂一下老板 再来我这里说一下 没娘心 这样那样 唉 不累吗 很累的 会得后遗症的 苏埃哥姐们 互相喜欢 就大胆地说出来 苏埃哥姐们 你们觉得如果阿伟哥 我们两个互相喜欢 你们说阿伟哥喜欢我 我喜欢他 可以很多时候的话 可以为了爱情 会离开父母 但是呢你们觉得 苏埃哥你们觉得 这样子的话 我会跪得去吗 我的心会过得去吗 阿伟哥为了我离开他父母的话 我会很自责 我会怪我自己 我会过得很难过 很不幸福 知道吗 然后阿伟哥也不会为了我 会抛弃父母 对不对 女孩子可以出去找 但是父母 永远都只有一个 对不对 摔个结嘛 所以呢你们也都有儿女 对不对 摔个结嘛 你们要想一想 我们知道到哪里 都是有难度的 所以我拜托你们以后 不用去骂任何人 也不用去说任何人了 特别是不要去说阿伟哥了 这样子我们看着都心疼 对不对 我们应该要支持阿伟哥 你看阿伟哥公司又倒闭 又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钱 我又没钱还他 对不对 我现在我见到 我应该见到阿伟哥 我都会很尴尬 因为 因为我真的 我欠他太多了 真的 他对我那么好 我帮不了他 我帮不了他 我不知道怎么去帮他 没听到这个事 没听到 你怎么能看